我觉得这一种指控是毫无道理的 因为我们知道自由贸易是建立在公平贸易的基础之上 所以国与国之间因为贸易的不平衡 尤其是长期以来出现的这种贸易逆差 它造成的原因除了贸易结构本身的问题以外 还有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多年来不思进取 把这个人们给予的一种优惠和帮助 看作是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的东西 把这个过去所做的承诺都丢到脑后去了 比如说加入WTO时候做做的承诺 以及过去在90年代争取得到美国永久性 最惠国贸易待遇的这些承诺 都已经弃之一边不去兑现 这种做法本身就是破坏了这样一个贸易公平的基础 所以我觉得根本谈不上什么贸易恐怖主义 这是一个深造活捏的词